色警偷拍兩千次 偷偷的供職 這是牛牽到北京 還是牛還是狗改不了吃屎呢? 日本有名警察從大學時代 就開始偷拍別人的群體風光 當上警察後 還是無法戰勝那股邪惡的慾望 12月初他在商場 把手機放在購物欄裡偷拍女高中生被逮 以性騷擾防治條例遭簡易起訴 音訊時他坦承自己已經偷拍過兩千多次 警方也在他的電腦找到一千張以上的偷拍照片 認為他累犯情節嚴重 所以最後將他予以免職處犯 到新聞綜合報導